国漫 魔道祖师开播后的口碑以及收视率可是非常好的样 动漫中的几位人物看的漫迷们可是幻想不断 不管男主还是男配都喜欢到不行 而这部动漫的作者 其他几部作品虽然还没有改编成动漫 作者电视剧可是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却不小的呢 例如人渣 天官赐福等猴碑几乎跟魔道差不多呢 而里面的几位主角们依旧备受粉丝喜爱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作范功力吧 魔道祖师钟魏无羡跟蓝旺基作为主角 个人技能几乎都是非常厉害的 本身也自带了不少的主角光环 要说蓝二哥哥可是一位非常宠妻的一位人呢 比如说魏无羡的作范能力吧 因为本人喜欢吃辣的 所以他喜欢的一些饭菜 当然是非常符合本人的口味的了 可是在其他人的口中就让人不敢恭维 特别是本人自己做的饭 薛杨小反派都明确表示过 如果让我每天吃这样的饭 我宁愿去死这种类似的话语呢 可见我们老祖的作范功力 确实不敢让人恭维了 而蓝二哥在他去世的十三年中 喝他喝过的酒 走他走过的路 当然也要吃他吃过的饭了 可见情人眼里出西施再难吃的饭 也能满怀爱意的吃下呢 天官四伏中的谢连 与花城这两位的情路 简直比魏无羡与蓝忘记的都要坎坷呢 他们可是经历了八百年的折腾 才在一起的呢 而花城对于谢连的爱 真的是非常的深沉呢 大家都知道谢连出身高贵 是一位太子 而做饭的功力 当然也是让人不敢恭维的呢 他可是非常好的继承了自己老妈的基因 做饭超难吃 却喜欢起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 什么百年好和羹 欲杰丁清丸 虽然名字确实还可以 可是为了都能当武器和刑具一样 恐怖了皇后老妈做的饭风信 和沐晴文之色变 而谢连在吃皇后老妈的饭后 可是一边吃一边吐的呢 那一刻挺虐心的 后来听说谢连要做饭 立马就赶紧看溜了 有没有估计谢连做的饭 也只有鬼王花城可以吃得下去了 而且还要吃上一辈子的呢 想想都感到恐怖 要说花耸耸对于自家太子殿下的爱 还真的是非常的令人佩服的呢 要不网上都说 情人眼里出西施 而花城眼里出的新东方大厨